综合每年分行资料,过去一周全港35个大型无怨和共路67宗成交,综数按周增加超过一成,连续上升了两个星期,更创自去年3月中后的10个月新高。 股票市场表现疲弱,今天恒生指数更跌破15000点水平,预料会拖累投资气氛,不过有部分急于售出单位的业主因此而减价,或会吸引用家入市对成交量带来支持。 如果按照港岛、九龙、新界三区来划分这35个无怨,港岛区表现优异,上周路17宗成交,按周大增气成。 九龙区方面,上周路22宗成交,综数按周亦增加超过两成,相反,新界区成交量回落,上周路28宗,按周减少超过一成。